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一类人 虽然称不上是什么令人惊艳的大美女 但是她们却有起好的异性缘 妥妥的直男杀手 比起浓妆艳抹 淡淡的妆感更能凸显她们温婉甜心的气质 而显色度高的口红 或者存在感太强的眼妆 都会抹掉她们原本的轻轻脱俗 同时在衣服选择上 比起大红大约的亮丽色彩 她们更适合清凉的浅色或者莫兰迪色系 这些色彩都会让她们看起来仙气飘飘 而太过明亮或者太深的色彩 看在她们身上会让你更多的留意到衣服 而不是她们本身 会有一种衣服穿人 而不是人穿衣服的感觉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上处这些人都有哪些共性呢 为什么她们就最适合清新淡眼的初恋感风格呢 下面我总结了几个答案 1.长得可爱 2.皮肤白 3.淡眼 4.细致甜静 5.长得不够惊艳 下面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你可以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的序号打在公屏上 OK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以上的答案都是不准确的 正确的答案是 她们属于季节色彩里面的夏季人 那关于季节色彩是什么 以及如何自我诊断自己的分类呢 我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已经详细的讲过了 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简而言之 季节色彩是根据人的天然肤色 发色和铜色 把人适合的颜色分成12种季节分类 穿对适合自己的颜色 就可以为自己的气质加成 而不适合的 就会掩盖掉你原本的气质和精气神 而这个视频的重点就是跟大家解析 最适合初恋感的夏季人的特点 以及她们适合的色彩 嗨朋友们我是Molly 一个总在和硬核干货死磕 只为给大家带来更多科学成体系的 便美知识up主 首先如何确定你就是夏季人呢 第一你不是暖皮 夏季人里面是不可能出现暖皮的 第二你的眼白和瞳孔之间的对比度不高 眼神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第三你的皮肤比较薄 两颊容易泛红 第四相较于高饱和度的冷色 比如说紫色 宝蓝 眉红 你更适合低饱和度的浅一点的冷色 比如说浅蓝 浅紫 浅粉 又或者说相较于显色度高的口红 比如说眉红 大红 橘红 淡淡的粉紫雕的口红更适合你 以上这四点有几点是符合你的呢 你可以把符合自己的续号打在公屏上 如果我上面说的这几点和你都基本吻合的话 那你就是妥妥的夏季人了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如果你之前了解过季节色谈呢 你可能会纠结于原本理论一些 关于夏季人的教条性的描述 比如说夏季人的发色 肤色 铜色 都是浅的 而且是冷色 色彩对比度不高等等 但是在我认认真真翻看了 无数个亚洲版本的夏季人以后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不用纠结于这些对于白人来说很好辨别 但是对于亚洲人很难下手的点 就认准上面这四条 如果你都符合的话 你就是夏季人了 在我看来 夏季人是所有分类里面 最具温婉天定气质的类型 金水舒芙蓉 天然须雕饰 说的多半都是他们 而夏季人适合的色彩 就像这张夏天的海边的照片一样 是冷掉而且柔和的 首先 他们适合的色彩 在色缓上面的冷掉的这一边 其次 相较于冬季型浓烈的冷色色彩 夏季人的色彩是柔和且低调的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夏季人的色盘 首先 蓝色作为夏季人的本命色 从浅蓝色到深蓝色都是适合他们的 除此之外 像湖水一样的胡绿色系 暗上沙子颜色的米色棕色系 还有紫粉家族里面的浅粉浅紫 都是夏季人常用的基本色彩 那至于色彩更深更饱和一点 像脖子车粒紫色 其实更适合夏季人里面的冷下和柔下使用 那夏季人不适合的色彩呢 第一非常暖调的金色橙色黄色 第二非常深的色彩 比如说暗绿暗紫黑色 这里黑色重点强调一下 夏季人是不能穿一身黑的 会让他们立刻显得很老气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区分夏季人和冬季人的点 那第三个夏季人非常不适合的色彩 就是非常亮的色彩 比如说白色或者很亮的眉红 所以夏季人穿一身白 也不是他们的最佳色彩 对于皮肤不够通透 有灰掉的夏季人来说 会有点太亮了 所以最难驾驭黑白的金是冬季人 这也是一个很好区分冬季人和夏季人的点 那因为夏季人天生身体的色彩 它对比度是不高的 所以说我们在色彩搭配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还原这一点 也就是说在色彩搭配上面 他们最适合的是同色系穿搭打法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浅蓝搭配深蓝 浅粉搭配深粉又或者说是临近色搭配 比如说浅粉搭配浅 还可以用浅色的中性色 去搭配色盘里面较深的颜色 所有以上的这些搭配法 都是保证夏季人穿的色彩里面 不会有大的对比度 这也是夏季人色彩搭配的核心法则 所以显然夏季人尤其要避免的 就是非常高对比度的色彩搭配 比如说黑黑白 或者对比色之间的撞色搭配 这些都是对于冬季人来说非常适合 但是夏季人的眉区 接下来说说夏季人的妆容色彩 夏季人适合的眼影 是那些柔和的灰紫调的冷色色彩 而且是淡淡的一点颜色就好 同时一定要注意 选眼影的时候要选择哑光的质地 夏季人是碰不了一点点的珠光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哑光哑光哑光 那夏季人适合的口红是粉紫调的 同时是质地清透 而且色度低的 坚果色浅粉色 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尤其避开那些太暖太深或者太亮的色彩 眼线呢 夏季人最好避免纯黑的眼线 对他们来说会有点太浓 选择紫色或者灰色的冷色的就可以 腮红同样也选择粉调的 而不是橘调的 粉底呢这里就不对数了 各大品牌的粉底都有区分的暖皮 大家按需购买就好 那看到这里呢 基本上够80%的夏季人用了 但如果你还想更加精确地了解 自己适合的颜色 或者说你觉得上面说的这些颜色 只有一部分适合你的话 那就继续看下面细分的夏季三个分类 浅下是夏季三个分类里面 尤其偏好浅色色彩的 而且他们通常是中性 或者中性偏冷一点的皮肤底色 所以说对比夏季人的色盘 和另外两个分类就可以看到 浅下的色盘有着最多的浅色 同时还添加有一些颜色不那么冷 稍微暖一点点的中性色彩 比如说米色 中性棕 浅草绿 肉粉色等等 这也是因为浅下人的皮肤底色 是更偏中性的 那在色彩搭配要点上面呢 三个细分分类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在妆容要点上要稍微提两句 这里的三张图大家对比起来看 就更容易搞明白自己的夏季 细分分类了 那浅下对应的口红 眼线 眼影上的选择 显然都会更淡一些 口红呢 基本锁定在粉色系 眼影也都更偏浅色 大家不用被色彩上面 这些蓝蓝绿绿的颜色给吓到 因为夏季人需要的眼影颜色 只要一丢丢 稍微显色一点点就可以了 所以说哪怕是这种 看起来的资料很足的蓝蓝绿绿的 亚洲人也是可以驾驭的 只要选择那些显色度很浅的就可以 那通过我对明星的深涂的观察呢 我觉得属于浅下的 有高圆圆和黄冰冰 因为从深涂来看 它们都是穿浅蓝浅子 最为出彩的类型 而颜色一深就显老 哪怕是冷色调的深色也是如此 所以这一点就可以排除 它们是柔下和冷下的可能性 冷下最突出的特点 是绝对冷掉的皮肤 所以它们的色盘上 是一点暖色色调都没有 不会出现偏暖的肉粉色 或者暖棕色 同时可以看到 它们是能驾驭一些 比较深的冷掉色彩的 比如说偏暗一点的眉红 眉紫 车里紫色 它们都是OK的 那在妆容要点上面呢 也能看到 冷下的色盘是非常的冷色的 大家同样不要被图片上 这些蓝蓝绿的颜色吓到 冷下只需要非常柔和的 一点点的显色度就好 口红呢也是粉色调为主 带有一两个紫色调的口红 但根据我对明星的深涂观察 我觉得属于冷下的 有王立昆 还有陈彦希 它们都是淡妆美人 但是同时能穿紫色和深蓝色 这些深一点的色彩 柔下最突出的特点 是它们身体坚然颜色的 暧昧不清和柔和感 我知道我这样说 肯定会让大家非常的迷惑 没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从 它们适合的颜色去判断 那柔下的色盘呢 是典型的冷掉的 莫兰迪色系 上面的颜色 全都是那些让你说 你说不出来 但是在前面加一个 雾霾二字 就说得出来的颜色 比如说雾霾蓝 雾霾绿 雾霾粉 雾霾粉 就是它们的色彩 同时对比三个色盘也能看到 柔下的色彩也是比较深的 但柔下适合的妆容特点上呢 色彩差异就会大一些了 它们的眼影是可以有棕色调的 口红的色彩是以灰调很重的 酱果色的紫色为主 OK 看到这里 如果你对夏季的细分分类 还是特别的纠结的话 那我的建议是 别纠结了 这些色彩的差异 其实没有那么大 哪怕是你穿错自己的细分分类 也只是稍微不合适 一点点而已 穿在身上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它们都不是你的雷区颜色 其实我们亚洲女性里面 夏季人是很多的 虽然我没有经过严格的统计 但我估计夏季人是亚洲人里面 仅次于冬季型的第二多的色彩分类 而且夏季人因为适合淡妆和淡雅 清凉的颜色 这个分类里面也最容易出那些 清纯甜美的笑话性美容 如果你确定自己是夏季人呢 就大胆地抛弃自己一处里面的 非常暖的 非常深的 非常亮的颜色 大胆地拥抱蓝色和一切清凉感的浅色色彩吧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的是 我知道有别的季节色彩的博主 把高院员分到冬季归到春季 甚至有的哪怕归到了夏季 也归到了冷夏 那这里呢 我是翻了几百张高院员的深涂 发现它确实是最适合那些浅色调的冷色色彩 和淡雅的妆容 排除掉冷夏 是因为你去看深涂的话就知道 那其实穿深一点的海军蓝色 不如浅蓝浅词好看 还有一个常见的归类是把刘亦菲归到了夏季 这一点也是我在看了刘亦菲几百张的深涂以后 发现神仙姐姐的肤色其实是有一点绝对中性的 它不偏冷也不偏暖 因为她在穿金色和穿银色的时候差不多好看 所以不仅夏季的清凉感色才适合她 春季的黄色橘色同样适合她 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见过女明星真人 我只能假设深涂就是她们真实的情况 所以大家在女明星究竟是什么分类上不用过于纠结 重点是理解我在判断她的分类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样你就能举一反三的判断自己了 那下个视频呢是关于春季人的色态相见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下方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